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电子商务的第五讲 第五讲我们要介绍的一个主题就是B2B的电子商务 我们会整个把它以这个为主题 B2B的电子商务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寻网力 就是会请一位业界专家来跟大家来分享经验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都可行销的那个卢天骏 卢天骏 卢总监 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 大家好 我是都可行销总监卢天骏 希望能够透过我们过去辅导跟协助企业投入电子商务 跟网络行销的这个过程能够分享给大家 好 谢谢那个我们卢总监 那我们是不是 接下来先来看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大纲内容 第一个我想我们会跟卢总监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B2B电子商务的一个定义 第二个就是B2B电子商务的一个演进 好 那第三的话就是B2B电子商务的一个利益 那接下来就是B2B电子商务的营运模式 接下来是B2B交易市级的分类 再来就是B2B电子商务的交易模式 再来最后一个就是B2B电子商务的关键成功因素 我想今天我们锁定的一些主题稍微比较多一点 好 那我们就接着马上就是请我们的卢总监 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电子商务的B2B电子商务的一个定义 是 我想企业在投入电子商务之前 应该要先找出来他自己在这个电子商务的领域里面的角色跟位置 所以我们先从这个B2B的这个电子商务做个介绍 那虽然说B2B的电子商务对一般的消费者而言 他并不是那么的熟悉 他比较少接触 但是其实在整体的电子商务而言 B2B的电子商务占的比例跟分量是相当重要的 我们先从电子商务的定义来看 电子商务 B2B的电子商务是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 那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呢 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是企业内部以及企业的上下游协力厂商之间的资讯整合 并且呢他们在网路上进行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 这是我们所谓的电子商务的定义 那这样子的电子商务定义里面呢 有几个比较细节的 比方说所谓的B2B的电子商务呢 他应该是透过网际网路去整合采购会计行销库存 这些作业的流程 简化企业内部的资讯流通的成本 另外一个呢 他也是企业之间 企业跟企业之间去建构一个数位形态的交易市场 整合上下游的资讯 达到供应链的整合 增加他企业的竞争力 那透过B2B的商业模式呢 不但可以简化企业内部的资讯流通的成本 他也可以使企业跟企业之间的交易 更流程更简化更快速 可以减少成本的损耗 所以我们在看B2B的电子商务 最常见的是大型的企业组织之间的电子商务 那可是我们一般来讲 比较容易接触到 一般公司可能会接触到的 可能是企业跟企业之间提供交易的平台 那我们再从波特的这个供应链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波特的价值链当中 企业的活动呢 包含了资源活动 还有主要活动 那在资源活动呢 其实是公司内部的活动为主 在公司内部活动里面 只要跟企业的基础建设 人力资源管理 技术发展 采购作为有关的电子化的流程 我们都可以认为 它是一个电子商务的一部分 那在对外来讲呢 在主要活动上面 包含了原物料的后勤生产配送 能够协助这一块去 供应链的这一块 去做电子化的过程 我们也可以认为说 它是一个电子商务的一部分 那另外需求链的部分呢 可能就是企业对消费者 这边比较多了 行销与销售 顾客服务与支援 在需求链的这一端 是B2C的成分比较高 但是我们同样可以透过 这个价值链当中 各种活动去分析出来 我的企业在哪一个角色 可以提供别的企业 什么样的服务 那我就找到我所谓的 电子商务的角色 那电子商务的架构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电子商务是透过主要是核心 还是透过网际网路 透过网路 透过网路的核心呢 我们从上游企业到下游企业的 不管是资讯流 服务流 设计流 还有商流 透过网路来达成 那当然呢 在另外两个部分 一个是金流 金流它除了在网路上面执行之外呢 它还必须透过一个金融单位 作为中间 那物流的话也是 物流的话 它除了在网路上面 透过资讯流去分配我的物流的过程 流程跟相关的资讯以外 实际的物流 它也必须透过物流业者 去做送货 退货的这个过程 好 那谢谢卢总监 就电子商务的一个定义 做了一些说明 甚至把电子商务的一个架构 也做了一些描述 我想电子 B2B电子商务 也诚如卢总监所说 其实一般消费者 假使是一般消费者 是不太容易能接触到 除非是你工作上的需要 我想一般的消费者 其实都扮演了两种角色 一种是纯粹的消费者 一种就是在公司工作的一个 就是员工嘛 就是我想我们都在公司工作的 那其实在公司工作就有机会 可能有机会人接触到 不管是跟供应链 就是跟供应方之间的一些联系采购 我想把它电子化 其实这一块也是属于B2B的嘛 就是电子化的SCM 就是Supply Chain Management 那甚至是那个Demand Chain 就是一些需求链的 其实不只是跟消费者 跟下游的通路业者之间的一些 那个沟通联系 送货等等等 其实都是属于这一块的需求链 所以上下游之间 假使是透过 跟企业跟企业之间的 其实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 B2B的 假使是属于个人的 当然就是属于B2C的 我想我们在第六讲 会再详细地跟大家来解释 B2C的 好那接下来是不是 请卢总监来介绍一下 电子商务的眼镜 好的 电子商务其实他的眼镜过程里面 跟网路或是资讯发展的 这个过程也有相当的关系 在B2B的电子商务的眼镜当中 大概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单纯的电子资料交换 所谓的电子资料交换 就是企业跟组织之间 透过各种通讯标准 去管制资讯传输的工作 它的关键是 它必须有相同的通讯标准 相同通讯标准就有点像是 我们讲一样的语言 不同的公司可能会有 过去可能在资料交换的时候 发生的困扰是语言不通 所以它必须透过一个共通的标准 去达成相同的语言 它才能够互相交换资料 这个是第一个阶段里面 所谓的电子资料交换网路的 一个部分 那另外在这个阶段里面 企业跟厂商所沟通的 那个网络是封闭的 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的资讯 网路这种工具 不是那么普及 而且费用很贵 所以不是所有的企业 都有那个能力 去把自己的资讯系统 跟这个厂商之间的资讯系统 建立起来 所以这个当时是 比较大型的企业 才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然后再来呢 在传统的EDI的电子商务 就是电子资料交换的 这个电子商务当中呢 它的弹性比较低 因为它的 它过去的环境是比较原始的 所以弹性比较低 然后另外一个 它建制成本比较高 因为当时的网路环境 跟那个资讯产品的环境 影响之下 它的建制成本是比较高的 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我们讲 叫做基本的电子商务 所谓的基本的电子商务呢 就是 在这个阶段里面 买卖双方是直接在 网站上进行交易 并不仰赖中间的交易商了 过去在交易的过程里面 买卖双方可能还要透过 一个中间交易商 但是在 第二个阶段的 电子商务的过程里面 这个供应商跟需求方 他们可能就是 直接交易了 那在这样子 是一对一的进行 透过网站上面设置的 线上目录 去找专业的厂商 卖给专业的厂商 也就是说 它双方都是 专业的厂商 但是它做的是 厂商对产商 一个厂商对一个厂商 一对一之间的 基本的电子商务的交易 然后第三个阶段呢 就到了电子交易市级 电子交易市级呢 主要是因为 在各种供应商 或是需求方之间 它可能有各种复杂的 供应或需求的内容 所以这个时候 就促成了一个新的产业 新的公司产生了 这样子的产业 叫做第三供应者 也就是它在促成一个 电子交易市级 让大家同样在一个平台上 共同交易 这个是我们讲的 电子交易市级的阶段 那电子交易市级 我们等一下还会 再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说明 那第四个阶段 叫做协同商务 这个我们在之前 也大概跟大家介绍过了 协同商务其实是在 第三个阶段之上面 去增加一些企业运作的范围 在作业流程当中 把事前事中事后的观念 都在这个阶段里面处理掉 也就是企业除了内部的流程运作之外 还透过上下游企业的整合 去协商共同创造出来的 新的商业模式 商业合作的方式 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 因为它的很多流程 或者是产品的设计 都是共同创造出来的 就是上下游之间的厂商 共同去创造出来的 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 所谓的协同商务的方式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讲说 电子商务到目前为止的 主要四个阶段 好 谢谢卢总监 那其实我们记得在 其实在早期网路 还不是非常发达的时候 本来是电脑跟电脑之间的 这种资料交换 其实就非常的困难 因为不只是 某家公司的电脑 作业系统不合 不一样 不然就是中文码 中文码它用的又不同的中文码 等等 其实你都要 假使我要送资料给你的话 你要能搜解读到你的作业系统 或是你的应用系统 可以来解读的时候 其实都要经过一些 界面程式的一些撰写 其实就类似EDI了 那现在就是 大概就是 这个是早期的资料交换 其实非常的痛苦 一定要写一些程式 来把它做一些转换 那其实最早期的应用 就是一个现在的金融业的 ATM的EDI了 就是每一家的那种 它的那种 作业系统不一样 那现在其实就是 走EDI嘛 就是把整个 用透过EDI 把整个金融业的一些资讯 整个串接在一起了 那现在又透过 叫做Internet 所以甚至还有叫做 EDI over Internet 我记得之前很少很少还要在 目前应该也在 还在值得让 应该还在用 那我们即使不在金融业 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 大概就是用这些模式来运作的 才能把各个不同银行的 所有的客户之间的 可以跨行做一些交易 或是跨行做一些存提款 等等等等 我想 好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整个的电子 电脑的一个眼镜 其实 大概 它其实是跟我们在应用 我们个人在应用网 网路或者是电脑的状况 有点类似 当过去可能各家的作业系统不同 你很难沟通 你的电脑的程式 没办法跟另外一台电脑 去做沟通的 那电脑跟电脑之间 都没办法沟通的话 你更不用讲说 电子资料交换的这个阶段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过程 它其实不只是 B2B的过程 它其实是整个网路环境的改变 好我想我们简单的 就做这方面的一个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来跟大家聊一聊 电子商务的一个 B2B电子商务的利益 是 基本上我们会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那这个角度可以是买方的 可能是卖方的 那我们从买方的利益 角度来看的话呢 对买方而言 从事电子商务呢 它有几个好处 最重要的是它能够 减少采购流程的成本 因为采购的过程里面 有很多沟通的成本 很多执行的成本 它都透过电子商务来降低它的流程的成本 再来呢 透过电子商务它可以减少存货的成本 因为它两方面的这个资料流通 比较完整比较快速的话 那不用备太多的料 所以它的存货成本 不管是空间或是料的成本 都会相对是比较低的 再来呢 它可以减少繁琐的采购流程 因为它的采购流程过去的纸本 或者是传统的沟通 它必须有很多繁复的作业 这些繁复的作业 现在都透过电子商务的平台去执行的话 它可以减少相当多的繁琐的作业流程 然后再来呢 透过电子商务呢 买方还有很重要的好处 就是因为它可以接触到很多的卖方 所以它透过接触更多的卖方 可以有更多的产品选择 也可以透过比价去获得更好的价格 这是对电子商务的买方而言的利益 那另外一个角度呢 我们从卖方来看 对于电子商务的卖方而言 它又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呢 它是降低了相关的销售成本 因为透过电子商务的沟通 它可以跟过去不一样的 就是它可以不用花那么多的沟通接触 或者是我要去找这些买方的过程 所以它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它就相对降低它的成本 然后再来呢 它可以透过电子商务的平台 或者是工具去找到更多的客户 因为大家都在电子商务的平台上 做交易的时候 它也是接触的范围就会变得更广了 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不同的客户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 它就可以获得新的销售机会 也就获得了新的利益 那第三个呢 是它可以降低订单管理的流程成本 因为过去的订单管理 可能要透过传统的方式去进行 所以它的相对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那透过电子商务的数据平台 它可以很快地进行订单的管理 所以这个部分降低的成本 也是它获得的利益之一 好 谢谢卢总监 我想基本上现在大概B2B的采购吧 几乎都是透过电子化的 我想没有透过电子化的话 几乎你没有办法来做采购的 因为假使零件啊 零组件非常的多 样式也很多 那透过人工的来做 简直是一种 应该会是一种灾难 所以应该基本上来说 都是透过电子化的 我想一般的中大型公司几乎都是这样做了 是 过去如果说我今天要采买一个零件 我可能要翻阅很多很多的目录 才能找到我要的东西 而且那个东西还不一定看得准 可是现在的 透过电子商务的平台 它不但可以很快搜寻到所需要的产品 而且这产品可能有不同的供应商 它可以进行比较 那这个产品本身呢 又有可能会用多媒体的方式呈现 跟过去的那个只能看到一个数据 或者是一张平面的图表 又不一样 所以相对对电子商务的 买方买方企业之间 它都多了很多很多的管道 而且降低了相当的成本 对 现在很多企业 大型企业 我不敢说重型 大概大型企业 应该都在做那种 假使是 它要买什么样子的一个产品 它会把规格定好 丢在网路上 那个卖方 供应方 大概直接上网去看 然后来竞标 其实这个叫做 最低价者得标 是 我要供应给你的话 我大概用多少钱供应 其实这个跟我们B2C的拍卖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刚好是价格 我们B2C的拍卖是 最高者得标 然后B2B的话是 最低者 最低者得标 因为是供应方 我要卖东西给你 那我大概用最少 什么样的价格可以卖给你 等等等等 我想这个其实就是属于B2B的电子商务 我们再来往下看看 就是电子商务的营运模式 是电子商务的营运模式 基本上我们把它变成 我们可以把它区分成 企业的内部跟外部来看 如果说我们 看我们底下这张图 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是以整个企业外部的话 它就包含了电子市集 跟每一个企业的内部的营运架构 它整合成一个 所谓的企业外部的架构 那我们看到图的右边 是电子交易市集 也就是说以交易市集为核心 各个不同的企业 到这个交易市集来进行 电子商务的交易 可是对企业内部而言 每一家独立的企业 它内部也会有所谓的 基础架构的建设 它自己也要有内部的 电子商务的平台 这些电子商务的平台 可能会做些什么事情 它可能是做供应链管理 它可能做客户关系管理 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们看基础建设的架构里面 除了刚才我们在交易之前 我们有提到说 它必须有软硬体的架构 我要做电子商务之前 我至少要有网路平台 我要有机器 我要能够做网路的联系 要有频宽 这些是最基本的 但是企业内部的平台 它自己在内部的沟通里面 它也必须有 比方说有企业资源管理 ERP的系统 或者是说它有供应链管理 SCM的系统 或者是顾客关系管理 CRM的系统 这些都是我们讲说 在一个B2B的企业里面 它的基本架构的建设 那第二个部分是电子交易市集 我们刚才有大概提到了 电子交易市集是包含了 买方跟卖方 它透过这样子的网路平台 去交换他们的情报 透过这样的平台 去进行行销广告宣传 甚至于像刚才老师提到的 我直接在上面 进行竞标拍卖的过程 然后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去达成交易 或者是处理存货 或者是满足其他交易的需求 而且它透过通路去完成交易 实际经营的市场 这个是我们讲说 电子交易市集 主要的核心点就是说 我不管是买方跟卖方 我的需求都透过电子交易市集 这样子一个平台去满足 好 谢谢吴总监的一个介绍分享 我想我们接下来 再跟观众介绍一下 交易市集的分类 是 因为交易市集是买方卖方 它共同在一个平台上面 但是因为买方跟卖方的需求 或者是它的内容不同 我们大概把它分成两类 一个叫做垂直型的交易市集 垂直型的交易市集 基本上它是某一个产业本身 它因为各种不同的需求 它要满足它的所有各种不同的需求 它单一一个产业里面 有各种不同的需求 那这样子这个叫做垂直的交易市集 那另外一个我们叫做水平的交易市集 水平的交易市集 它提供相同的服务给不同的产业 所以它是一个水平的交易市集 比方说我在企业的营运过程里面 一定都会需要用到的 像管理的软体 管理的那个应用的程式 或者是说我的加值服务 或者是说我的员工福利 也可以透过电子交易市集去达成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我单纯提供某一个类别的服务 但是我提供各个不同的企业的话 那就是一个水平的交易市集 好 谢谢 那我们在接下来再进行的是 B2B的交易模式 是 B2B的交易模式 是因为参与的角色不同 所以我们大概分成几种 第一种是由买方所建立的交易模式 从买方建立的交易模式 就是我单一一个买方 但是我面对很多的卖方 透过一个电子交易的平台 透过电子商务的平台 有买方建立的电子商务的平台 去跟卖方接触 那这个是我们讲说 有买方建立的电子商务 但是这样子的交易模式里面呢 它必须是一个很大型的买方 这样子才会吸引相当的卖方去投入 如果它的规模不够大的话 它没有办法吸引到这么多的卖方来参与 那另外一个呢 是我们在讲说 它可能它是由卖方所建立的交易市集 交易模式 那由卖方建立的交易模式呢 是进行交易的厂商 它可能具有市场的独占性 比方说过去的Intel 它在它的这个CPU的市场里面 它有独占性 所以它可以从卖方的角度去建立这个交易模式 由买方来提出需求 跟它买东西 那它可以来决定它要跟哪一个买方去接触 这个是我们说从卖方所建立的交易模式 然后再来一个叫做公开市集 这也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 那公开市集的交易模式呢 就是不同的买方跟卖方 共同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易 这是我们讲的公开市集的交易模式 好 那还有一个是内容整合的交易模式 另外一个是内容整合的交易模式 它是为了要建立跟维护多个供应商 所需要的产品 它建立一个情报交流的目录 那藉由这样子的方式 让供应商能够在这样的交易市集里面 构筑他所需要的商品 在台湾来讲的话 像电电工会 台湾的电子电机同业工会 他们就建立一个类似像这样的平台 好 谢谢 我想这方面的市集交易模式 非常地多 像现在大家耳熟人详的阿里巴巴 对不对 还有什么台湾的文笔 我想还有什么台湾的 还有什么那个经贸网路等等 几乎都是这方面的 类似的这种 不管是 either买方或是卖方 或者是公开交易的市集 买卖双方都在上面去寻找 沟通通通过这个平台做这种 台湾就是一个买方所建立的交易市集 他告诉他的供应商说 我需要哪些产品 对 然后由这些供应商来提出 然后由他来决定 他跟哪个供应商合作 对 所以这个因为因为他够大 够大 他必须够大 好那接下来我们最后吧 利用短短几分钟来跟大家介绍 关键成功因素B2B的 是 B2B的关键成功因素 大概有以下几项 第一个呢 就是刚才有提到 就是他必须是一个足够大的市场 他如果市场的放 那个规模不够大的话 他很难去达成B2B的这个成功 然后再来呢 他的买卖双方呢 是很多的 而且很分散的 我们可以从阿里巴巴看得出来 他有很多的供应商 透过这样的平台 去接触很多很多的买方 这样子是分散的 很分散 数量很大的 这样子一个买卖双方 他才有办法成功 然后再来呢 他必须是买卖双方 都愿意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去做交易 像过去可能大家不熟悉 所以他的交易的可能性就比较低 所以电子商务的相对的量也比较少 再来呢 在产业的供应链而言的话 他必须是产业供应链的环节非常多的 我同一个产业 同一个公司 可能有接触非常非常多 不同环节里面的供应商 这样他才有办法去建立一个 电子商务的模式出来 然后再来 他在这样的电子商务操作里面 他必须有相当健全的管理机制 他才有办法顺利的进行 最后我们刚才提到了 不管是买卖双方 透过电子商务 他一定要开放的标准 开放的标准就是共同的语言 他才有办法互相沟通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好那我想成功关键因素 其实我还有一点 其实想要补充就是 这个交易平台 不管是买方卖方或是公开交易的话 其实都要有一个信赖 就是让人家有一个信赖 就是我想B2B的电子商务的关键成功因素 他的信赖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说买方对 假设人有一个信赖的话 对这个电子交易的一个成功 或是使用会非常的有帮助的 那我们今天大概花了一些时间 介绍的B2B的电子商务的交易模式 分类以及到最后的一个成功关键因素 我想我们要谢谢卢总监的一个分享 也谢谢各位观众的一个收看 我想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